开工的开工的 今天你妈妈六十岁 我爸爸六十六岁 你爸爸做了一个打手机 打油式 你老爸老爸都是同一样的 对啊 我老爸今天过生日 我丈母羊也是今天过生日 我老爸还是有一点文采的 看一下 少年踏沉 怒漫芒 溜溜回首闪眼长 一路饱览 风雨雪 偶遇骄阳 明月光 你看懂这种诗了吗 太神奥了 我都看不懂 反正肯定是住酒词之类的 是吧 感慨人生 今天我们工厂开工 还有一个日子就是 我老爸六十六岁 然后贫瓶的妈妈六十岁生日 刚才我给我的丈母娘 转了一千块钱红包 那他给你爸讲信息吧 爸花了多少啊 没法 我觉得上次清门的时候 给了他六十块钱 今天上午就跟他打了电话 哦已经打电话是吧 我说叫他下午打麻 不要做事 他说他的住宿 情节给我老爸转 然后我给丈母娘转 因为我们不在家嘛 没办法照顾他们 所以只能给他们发点红包 孝敬一下 广州现在还在上风扇 你说多热呀 现在人还不多 就几个人在做事 这几天晚上可能是休息 白天上班 过了正月十六 哇努力干活了 网上的订单也来了 现在客户也在陆续下单 就等朋友们过来加入了 就等工人们回归 马上搭干一场了 为了让我们工厂更加稳定的发展下去 所以我们也策略了一些奖励的制度 希望和所有的人一同 努力的把厂搞好 相信我们未来会很好的 一起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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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